今天就这么一句话 不是新车买不起 而是二手车的价格 不可思议 你像我身后 有这么八九台的GX GX就是去年刚上市的一款小车 它的价格 现在24款的新车 也要20万起步 但是像这么上排几个月 就是不到一年的 二手的GX 它们的价格 这么多台 大概是13到16万之间 里程都不高 我大概看了一下 有两台是一万几千公里 有那么三次台 有大几千公里 还有三台 里程非常少 一台200多公里 一台100多公里 还有一台27公里 也就是这三台车 跟你从赛店买到的新车 基本上车况是没有差别的 相差的不过是 少了两年5万公里的质保 那么相比于省掉的 这么几万块钱来说 我觉得这点质保 就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了 对吧 而且这八九台的GX 它的颜色配置都非常的齐全 你看有白色的 蓝色的 米色的 灰色的 绿色的 还有紫色的 配置方面像 两驱的四驱的 五座的四座的 非常的齐全 但是价格都非常的漂亮 那么大家如果最近 正好有买车的计划 比如说只有十几万 或者二十万的预算 你可以看一下这类车型 我觉得价格非常的漂亮 大概就是新车的 七折或者是八折的 这样的一个折扣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折扣 力度还不够 我可以带大家来这边看一下 价格折扣更多的 看这台 高和的HiFi X 原价这台配置是七十几万的 现在只要五折的价格 三十几万 那大家可能会说 高和这个品牌已经不行了 不要买这台车 但是我就想问大家 三十几万 你能买到哪个品牌 有这么大的一个尺寸 六座的布局 还有双开门的电动门 以及欧易门的这种 比较炫酷的配置 比较有逼格的 这样的一个车型 总有人会喜欢这种 就是只有自己有 别人没有的 这种算是比较炫酷的 功能的一个车 对吧 三十几万的价格 对于一些老板来说 可能并不贵 对吧 五折的价格 如果说大家觉得 五折的价格 冲击力还不够 来看一个更夸张的 吉星这个品牌 我想大家或多或少 应该听说过吧 这台是吉星2 然后这台车 指导价格 大概是将近三十万 但是大家能想象 它的一个 全新车的一个状态 它的价格是多少吗 十三万出头 大概就是相当于 四折的价格 是不是很夸张 是不是很离谱 但是想跟大家说的是 这台车已经卖掉了 卖到了北京 那接下来 这台车 还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今天 这么转了一圈 看了那么几台车之后 我觉得这个价格 给我的这个冲击力 实在是有点大 那像我刚刚 跟大家介绍的这几款车呢 其实车员并不是我们的 但是如果大家 有对这些车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私信我们 我可以帮大家来 联系一下车员 我们不坐中間商 不赚差价 好 我们不坐中间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